Ayo 聊世紀 天梯的個星 大家好 我是Ayo 今天來看2比2 競技場團戰 雙打團戰在天梯來說比較沒那麼常見 來看一下這兩邊的對決 這邊看一下青色選擇的文明是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在前期的壓制來說 競技場方面是不錯的 不管是要打森綠或是打西班牙征服者 前期給對手的壓力都是非常大的 而且後期的團隊壓成可以讓貿易跑得更快一點 所以西班牙人在競技場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接下來介紹一下曲折羅倫 曲折羅倫在團戰的表現來說 他在前期的壓制力可能沒這麼強大 阿拉伯來說的話或者是競技場前期的優勢 是有這個刺猴優勢 但是要到了城堡時代之後 駱駝跟這個閃避馬出來之後 他的壓制力會再更強一點點 所以曲折羅倫在競技場來說也是一個很OK的文明 而且打其民國有特別多的增傷效果 接下來介紹一下黃色 黃色這邊選擇的是薩拉斯人 薩拉斯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市集 造價很便宜 而且買賣成本很低 那以團戰來說他的打法是比較全面性的 想打什麼就打什麼 打駱駝啊或者是火槍啊 強弩啊馬攻啊 重裝這個大衝車啊火炮 奴隸兵 他的路線方面是非常全面的 而且還有這個買賣優勢的一個部分 所以在競技場來說也是一個很OK的 但是他會因為自己沒有經濟加成 有可能會打輸對手 所以這部分要靠自己的全面科技去壓制對手 會更好一點 好那這邊紅色是選擇了打打人 打打人在城堡時代史的表現是普普通通 不會太強不會太弱 但是他馬攻成型速度很快 免費的拇指環跟安息人戰術 可以讓他的馬攻成型很快 但是打打人他在競技場的表現 算是蠻普通的因為沒有高地 他要高打地的話 打打人這個特色的優勢 才會打得完全出來 那在競技場的優勢來說 只有這個鐵木工程術 可以讓他的巨型投石機 射得更遠更安全而已 那現在呢他可以在工程七製造所 製造出火焰駱駝 這也有可能算是他在競技場的一個新優勢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雙方的城堡時代會怎麼打 好這邊吸壓人 四驚精開始吃第二頭豬 那沒意外的話 兩邊應該都是打一個直層 不會去打這個封建塔公公 那如果有人打的話 另一邊就要支援 但以打西班牙來說的話 打塔公公 不知道會不會能成功 好在這邊驅逐羅倫很早 就升到封建時代了 十七村點風 難道是想要塔公 好但這邊我們剛開頭說到 前期有這個駱駝的優勢 所以壓制敵方肉馬 在競技場來說還是可以 可行的 好這邊應該是要打塔公了 結果去這輪打塔公 馬上打臉 先來壓制砂生 砂生這裡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砂生這裡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好 紅色這裡繼續吃這個豬肉 好這裡砍掉肉馬 好這邊看到我塔公 砂生這邊升到封建時代 二十一村升風 稍微有點慢了 砂生在這個時間點 可以多蓋自己的四級去讀口 因為四級造價很便宜 所以 用四級讀口其實是一個不差的決定 但我們還是要先把正面給圍起來 好那沙拉三人這邊是尼康 尼可夫 尼康 應該是我們頻道也是蠻熟悉的一位選手 交場這邊在單挑上 好那這邊下方西八人應該升城堡 所以大家會去插寶 然後給對方一根大亨寶 打塔這邊是補下了冰營 這個冰工廠跟四級 也是要來打一個支撐 這邊劍塔繼續往前升插 後面又圍了一個新的區域出來 想要讓對手來這邊 白髮浪費時間插劍塔 好但這邊TC附近其實是沒村民的喔 好這裡劍塔繼續升插 連續插了好幾根塔 但是只有這兩根塔是連環塔 好上面補了一個城鎮東西 想要確保自己的石頭來源 好馬上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好頭石車趕快按 噢西八在這裡 蓋了幾個木槍 好最後還是拉了一些村民過來 想要來插寶 來偵查一下對方的重要資源點在哪 好這邊看到石頭 還是直接從這邊破門而入 好這邊頭石車終於出來了 開始拆除這邊的劍塔 好可以抬頭車要繼續按嗎 看起來這邊擋劍塔已經守住了 缺著洛倫這邊升城堡時代還很困難 暫時沒有辦法升上去 好因為按了非常多的肉碼 但這邊肉碼想要進來 欸 欸 這裡直接補了一個城門 肉碼進來想要抓掉頭石車 貼台過來 這邊是選擇的刺吼 好看一下右邊 西班牙政府者已經有了三隻 一進去就是先彈掉了一隻 但是這面打大了也是補了一根城堡 好那這邊就要看要不要讓這裡的西班牙政府者 找個機會溜進去 好這邊決定往回啦 然後從左側進攻 在四隻線去針對一家呢 把這個犧牲過來 佔這些頭石車其實也蠻好用的 好黃色殺三人收村 這裡頭石車預判一下 洛馬的路徑 打個一發有點殘血 但是沒有全部砸掉 可能血量很殘趕快修起來 有機會嗎 沒機會 最後還是被打掉了一台頭石車 好西班牙政府者過來了 現在黃色有點難受 被兩家夾攻 這個火槍開了一發 但還好沒有被收掉 把頭石車這邊收村 這一村又被拿下 太尷尬了 現在 這裡有點難受了 現在殺生人 要打這些單位喔 太好打 出生旅的話 弱馬又可以解決 還是直接鬼轉奴隸兵 先不一根堡防守 三旅的部分喔 還是要趕快出喔 好現在打到了 穩穩的農上去 雙TC開農 並沒有開下第三個TC 好拖子車上來 繼續拆除這裡的箭塔 西班牙政府者不敢繼續深入 本來是決定往後走 哇那這邊進攻就有點打半套了 就是插寶出點吸針 嚇嚇對手 並不是要真的出發 好那尼可夫這邊的防守做得還不錯 雖然沒有太大的傷亡出現 雖然創民術來說還是尼可夫這裡領先喔 五十六村 好這邊都升到了城堡時代 好 駱駝這邊殺生出了奴隸兵 開始用這個菜刀 奴隸兵的飛刀在攻擊喔 好丟掉一隻 第二隻要怎麼丟呢 繼續追 好西班牙政府者現在沒事做 哎呀真的回來打這個士忌啊 好這邊補了一個箭塔 想要碰一下墓區 這邊補一個TC 好來收村 把這個箭塔給射掉就行了 好拖子車再次往前想要拆 結果拆一下就可以拆掉 這個駱駝來的蠻急死的 好拖子車這邊依舊還是單TC在打 所以很容易會越打越劣勢喔 本家的防守成本實在是太低了 好拖子車砸了一發 好再繼續砸 喔又拍到了一下 好這裡箭塔被修回來了喔 血量來到了五百多滴 拖子車沒有就去按 這邊先專心撒田啊 蘿莉兵暫時防守一下 驅逐洛人這邊轉出了一些駱駝 那奴隸兵打駱駝是沒有外增傷的喔 所以驅逐洛人打駱駝是最好的選項 好這邊請騎兵上去 誒這個是一般刺猴 刺猴上去把老頭給點了 好這邊達達人雙TC 點到了地獄史丹 補下地上個城市中心 開始巨頭開拆城堡 但是要特別小心西班牙征服者的火力傷害啊 好西班牙這邊也是轉瓦3TC開拢 好巨型頭C慢慢開拆 鴨頭巨頭也出來了 兩邊都在開拆 西班牙也是3TC 右邊兩邊都算是互相角力了 差不多的打法 差不多的升級 那這邊塔弓已經宣告了 失敗 也不算失敗啊 算是已經告終塔弓了 開始轉往3TC開農路線了 那薩拉森人這邊已經農了一段時間 先升帝王4代 待會就會有這個科技 去壓制屈主羅人 甚至也可以去反打西班牙這裡 好那打打這裡也要思考是要不要轉馬弓路線呢 還是要走草原騎兵或是雀削路線 那以對方是打西班牙征服者的情況下來說 打馬弓應該是最適合的一個路線 用夠多的主動權 而且馬弓射擊速度也比火槍還要快 好這裡奴隸兵直接手撕 這個瞭望塔 好打完之後萬民隊若駝在等著 奴隸兵暫時不敢出門 好這裡火炮再秀操作 然後巨型投石機砸掉火炮好像有點困難 投石車也來了 這個要小心 火槍輸出很高 完了這裡巨頭可能要被砸掉 村民也死光 但是還是砸到了這台火炮 這個火炮有點衰啊 好這邊投石車砸掉一台巨頭 巨頭可能往後撤 好黃色這時候點下了精銳奴隸兵 沒想到直接鬼轉奴隸兵啊 精銳版本啊 那驅逐人現在經濟非常弱鶴 要生帝龍時代還需要一點時間 現在用這些兵力先稍微壓制對手 要讓對方把這根城堡蓋好 好這裡火炮阻的蠻極限 但是奴隸兵已經來了 好第一時間收掉巨頭火炮 OK家裡暫時沒有問題了 好這邊騎兵鎧甲慢慢升 莎拉森這邊經濟慢慢好轉的起來 106吋 大家79吋 那現在驅逐弱人創民術也開始慢慢往上去了 甚至反燒自己的隊友西班牙人 90吋跟90吋 兩邊都是90吋 106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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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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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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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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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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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好,後面的馬就清理乾淨 現在看起來薩拉斯人慢慢反推回去了 驅逐羅人也慢慢融入回來 這邊要先等帝王史丹重裝駱駝升級好 好,薩拉斯人這邊轉出了槍兵 那這邊進攻一直沒有延續下去 就一直打一打,然後一直被打推,打一打一直被打推 大大這邊轉出了一些火焰駡駝 還點下了鐵木兒工程室 火焰駝現在可以用工程器製造所研發 而且不需要金罐了 這樣製造的這個時間點就會比較有更多實用性 好,軍軍鬥士機再打個一發 火炮一直在躲 好,左半邊 狐狸兵開始壓制回去 送中落頭號一分鐘 這邊要趕快累積數量 差有機會反打 好 黃色 打大人 喔不是打,薩拉斯人 點下了銀罐 好,這裡是伊斯蘭學院 可以讓自己的生女變成範圍補血 好,這裡範圍全補 效果其實還蠻不錯的 看一下這一坨奴隸兵 現在的薩拉斯人只要打奴隸兵 好像就很能看到伊斯蘭學院這個科技 範圍全補效果其實還蠻不錯的 好,這裡用大量的火焰駡駝往前衝 小龍炸了,炸掉一台巨型頭死機 但是自己的城堡還是掉了 用這個火焰駡駝去當阻力 有點...太空虛了 炸了個寂寞 打大人這邊似乎沒有想清楚自己要幹嘛嗎 這裡有點怪怪的喔 這裡村民趕快打退回去 蘿莉兵數量越來越多 20隻的駱駝有點打得太贏 需要更多的重裝駱駝 好,右邊的...打打 火焰駡駝想要炸 當然炸了個寂寞 炸火炮跟巨頭血量久一點點 這個用火焰駝駝是不是玩過頭了呢 這邊戰毛兵反擊了一些吸陣回去 然後後面頭死車的數量有點多 好,看一下這一波 這一波奴隸兵開始拉打 後面僧侶稍微招搶一下 好,第一時間解掉僧侶 不然僧侶繼續範圍補血也是蠻難受的 好,這邊奴隸兵只能拉打 正面硬開戰的話 重裝駱駝是打得贏的 好,戰毛兵開始無情交換 用大量戰毛去跟換槍兵 但是頭死車跟火炮暫時用戰毛解決不了 這裡還是需要馬功喔 這個不用馬功的話要解釋會解到頭破血流 好,炸彈這邊開始轉馬功了 這裡承認中心被點掉 好,這裡有一坨 重裝駱駝開始往前 抓掉了一些火炮 哇,這一波還蠻賺的 能抓到這麼多工程器 這一波駱駝送掉也不是非常虧 算是能接受 好,往前走 看一下這一波 正毛病死了一些 開始整出大落馬跟馬通路線 好,洞神人的努力兵過來拯救一下 好,勞力兵打頭車速度很快 瞬間砸掉了所有的工程器 最後解決了隊友的工程器被壓制的問題 這時候缺者羅倫3-3來遲 看到隊友已經全倒了 這裡也是選擇撤退 哇 然後尼可夫這裡賣了1500的木頭 換了2000多塊黃金 這個時候的木頭居然這麼值錢 有些時間來到47分鐘 木頭這個售價還這麼高 好 那看到黃色開始在轉大衝車 沙拉森大衝車配奴隸兵 或是配馬蜂 都不錯 後面再賠一些大洛馬或是駱駝 都還行 不然怎麼說沙拉森的兵種都是比較貴的 好 沙拉森人這裡拉了一些努力兵過來 想要直衝嗎 後面的火砲去進攻 軍人頭11開拆當中 右側這裡沒有太大的動機 兩邊都因為這根城堡不敢輕舉妄動 但這裡又出駱駝過來了 雙打競技場 這個打法還算是蠻有局限性的 驅逐羅倫這邊也可以出 這個大象弓兵喔 感覺會更好一點 雖然駱駝打奴隸兵有外增傷效果 但是沒有一個後排穩定輸出 其實很危險 好 西班牙人這裡也沒有要轉出西班牙征服者 驅逐羅倫這邊也要繼續走駱駝的話 兩邊都是走一個進戰單位 那西班牙人已經變成槍兵的形狀 看起來槍兵還是有點難擋囉 只有槍兵跟投石車 這邊打的算是沒什麼動靜 左邊這裡有非常多的努力兵 好 驅逐羅倫這邊的資源量已經不太夠了 右邊打打的馬弓也慢慢在成型當中 但是馬弓的數量還是沒有續起來 好 最終決戰 感覺已經快要來了 現在驅逐羅倫跟西班牙這個時候才開始慢慢要跑貿易 但這時候跑貿易可能會爆炸喔 現在正面努力兵雖然很多 但驅逐羅倫這邊還在打肉馬 哇 這邊打肉馬感覺更沒希望 好 這裡有非常多的槍兵 巨型投石從中間開始進發 選擇開始故里打打這裡 打打的馬弓開始在騷擾了 好 這一波驅逐羅倫想要包抄嗎 這個包抄好像有包跟沒包一樣 尷尬了 驅逐羅倫 好 這一波包不起來 尷尬撤退 但是又送掉了一些努力兵 然後送下了一些駱駝 好 但右邊大量槍兵過來 有點難受 但是這個巨頭石機好像沒空好 直衝到了努力兵的陣裡 哎呀 這個巨頭要全部送光光了 好 西班牙人這邊也是被打到退不成軍 虧逐羅倫已經是快要涼掉了 甚至連弱雀都安不起了 只有洛瑫的情況下 怎麼跟努力兵打呢 好 沙拉神這邊大洛瑫升級還有一秒鐘 OK 大洛瑫升級上去 大洛瑫這裡是突然開戰 這裡大量戰毛兵開始被反擊回去 好 但是這裡直接打出了拒絕 我們恭喜沙拉神人跟達達拿下比賽這裡 最後達達人傳出了非常多的衝車 拆除這裡的很多的建築物 那左邊的努力兵這一坨真是無解啊 團戰的努力兵只會害怕弓箭手單位 例如這個長弓啊 或者是一些重頭之類的 那這麼大量的情況下 感覺驅逐羅倫轉出自己的相弓 扛租正面會更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沙拉神的尼可夫 哇 怎麼會是頂尖的職業選手 分數來到了8萬5 8萬5的資源勝利 那黃金挖到了1萬7也是特別多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現在在影片下方就 Talked 我們在影片下方上選擇的